新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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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車資訊是一個Reation的節目 我們的這個當年特派員呢 會到新車發表會帶回所有的這個 資料影片 然後再有小吃人來棚內 幫大家做一個互動解說 這次贈品有帶來的 這是贈品來來來來 這是什麼東西來來來 贈品 很柔軟 飛機杯 我想說裡面很軟 我需要這麼大的開口 不行 奇怪 毯子 不錯 法蘭龍那種感覺 法蘭龍 有趣的都有 不錯 蠻大方的 這是我們修哥 這是有 不錯 很有潛意 每次發表會回來一定要問兩個問題 有沒有贈品跟修哥 看看這個砸錢認不認真 好 Play 看到幾個顏色 白色 藍色 黃色 紅色 這個黃色齁 我跟你講 這是車長我有去看 現場比影片照片好看多 現場看起來 心動 心動啊 我什麼都動了 這個黃齁 看起來有一點以前那種 M3的芥末黃的那個感覺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啊 我覺得它是車頭 你看這車頭 很像稻奇 整個這樣光條 很像變形金剛有沒有 類似那種感覺 有美國車的感覺對不對 方方正正的 對啊 我覺得還蠻帥的 之前在那個影片上面有看到那個 他們在德國那邊 還有電車雙門跑車 哇 那個帥到一個 沒臭沒小 超想買 我那時候立下好語 如果台灣有就買 結果沒有不可能 Aztra上市分為三個車規 Elegance GS-Line 潮流版跟 GS-Line 旗艦版有三個等級 現在好像是再多一個 又有再多一個啊 2024 2024多一個啊 對 它還撐得到2024 可以啊 哇 你又找到這個 舊型 Aztra 那個時候是國產的 那個時候這個 也賣得不錯啊 德國的車子 在台灣組裝 哇 那聽起來蠻厲害 現在原來就是這樣 沒有 這個以前也是問題頗多啊 很多苦煮啊 外觀上 Elegance版本採用LED的頭燈組 LED前後燈 這個車頭我真的是覺得 認真覺得我喜歡 我跟你講它這個有一點喔 你如果像喜美就太扁了 車頭的厚度不夠 就是它大燈水箱護照是一個 加它的薄桿那個厚度啊 跟引擎蓋這個厚度 要一個厚度才好看 太薄啊 會很像老車 GS-Line版本 以旗艦版有矩陣四頭燈 喔 所以低配的就沒有了 黑色的車頂跟車身名牌的黑化 GS-Line的旗艦版它有配備 旋風式鋁圈 亮黑的 後面也都黑的喔 連車頭都是黑化的 Elegance是17吋的雙色切削 Elegance是陽春的嘛 我覺得陽春的鋁圈比較好看 17吋那個雙色我比較喜歡 那整個都黑貓嗎 來直列三缸 那就是那個1.2的引擎 130P 23.5公斤明明 8速手自排 手自排耶 你自首排耶 17.1平均油耗 還不錯耶 來什麼 Pure Panel Pro 整合式數位儀表 有10吋的數位儀表 搭配10吋的觸碰螢幕 欸 有中文化喔 喔 它這個黑框很大耶 黑框的那個面積算起來啊 比發亮的地方還多 哇 這個排行感就是我喜歡的那一個 我超喜歡播這個排行感 很有質感 會空空空 會有那個阻尼感 對對對 之前那個408 哇 拍起來很舒服 電子線條排行器 有電子手搭車 Drive Mode也可以選擇 好 基本上這個都是一個 是之前試過的408C4 好像都是一樣的 然後他們是一個集團 是的 同一個集團裡面 引擎也都一樣的 好 再來各版本的內裝設計 稍微不同 黑黑色設計 這是陽春基本版的灰黑色 然後是絨布椅看起來 好 冰冰皮 冰皮跟布稍微 結合 GS-LINE就是中等級的嘛 黑色的配色 黑色的不錯 也是皮革不知不知 它是黑的 高規旗艦板有阿坑跳 這AGR 我知道 國際 什麼人體脊椎保護協會 什麼的 對對對 人體工具 對對對 黑類電腦椅也會有這個 四項電動腰靠 跟六項手動調整的座椅 中等級以上就有雙前座的加熱座椅 台灣車還不要加熱座椅 這個就可以滾出來了 對啊 通風比較好 旗艦版本配備六項電動 就全電動了 所以那個左邊小小的AGR 下面那個就是腰靠 啊 電熱 下面那個圓圓的盤 有四個洞那個才是腰靠 來 後座 有後座的人聽說什麼 不錯 USBA充電框 底下那個看起來有點 廉價 你說那個擋板是不是 就是那個USBA 對啊 那個就跟之前 我不知道講什麼車一樣 感覺好像就是鑽一個洞 然後把它裝上去而已 而且還只有一個 對啊 只有一個 欸 阿正你現在會尿人家了 我真的想說 跟你剛來的時候不一樣 突然看到 不錯 有前途喔 我們這就是職業尿的 主被動安全全車系都標配六技能 OK Level 2 輔助駕 這 Level 2 很想試一下 到底是中式有沒有 我記得那時候是 MOKA 好像沒有 我記得那時候試好像沒有 那應該是同一套系統 所以是基礎的 Level 2 駕駛服務系統包含全數域車距 然後車道變換的輔助 主機沙停的輔助 車道系統的輔助而已 然後便宜輔助盲碟也沒有 而且配備還不錯啊 多視角可以倒車行為系統 喔對 它那時候我看不懂它那個視角 是怎麼找到 屁股也還不錯啊 我覺得 它就是有一點 把它拉得方方正正的 蠻帥的 方向盤有打動嗎 看起來蠻粗的喔 還有方向盤快撥件 方向盤快撥件都有嗎 都有 全車系都有 全車系都有 你看其他車連這個都要省 陽春的就把那兩個撥片拿掉 要是裝上去而已 來 最重要的價錢 Elegant都會版117.9 GSLINE123.9 GSLINE青車版125萬 GSPREMIUM129.9 喔現在四個等級 你說二四年多了什麼 青車版 多了一個青車版 但我認真講好不好 這個齁 如果把它弄到百萬內就賣爆了 如果這個賣一百萬內的買爆了 搞不好現在去展監問會不會有機會 搞不好一出 一出就你的喔 你就去跟他出嘛 搞不好一出就中獎啊 也有可能啊 對不對 就是撐嘛 我跟你講賣東西就是這樣 就是跟他撐 看你撐得久還是他撐得久 他撐不過的時候你就買便宜 你會不會他撐不過然後就買不到了 也有可能啊 這就是一個賭注啊 你看我們有的客人一直在看我們的那個官網 就在等我們降價啊 如果說假設今天在我降價之前我就賣掉 那他就沒買到 這本身就是一個賭注嘛 看來還是先買啊 早買早享受 晚買想折扣 晚買買不到 晚買買不到 好啦反正這個價錢喔 我覺得這個有興趣可以去展監跟他出出看 這個我相信應該要不然賣不動啊 他如果不有一些折價他很難買 喔你看這個屁股這個燈的 做的我覺得很像ARUS 那種 他其實前後有一種很固定 就是他就是這樣直角 所以這場講現在的車不是車頭做得好 屁股很潦草 雙鴨的 他像那種前後有呼應啊 感覺起來就舒服 LED的那個牌照等等 發表以前到新北歐寶展示中 在哪啊 新北的歐寶展示中 新裝 在新裝 展間可不可以搭配 還有很多顏色 其實不只他展出來顏色 其實顏色蠻多的 就蠻漂亮 在那個展間裡面 對顏色蠻多 他的漆看起來還不錯 剛剛那古銅色看起來蠻帥的 藍色其實也蠻帥的 真的很多顏色可以選 真的假的啦 還有摩卡綠 還有周邊商品喔 歐寶有出周邊商品 我都不曉得 好像現在很多車廠都會出 好模型車耶 有阿斯床嗎 有耶阿斯床模型車耶 這想要買一台一樣的 買不起大台灣買少 歐寶足球為什麼 他有贊助足球 德國啊 德國啊 讓我來聽清楚 他還有各個時期代表車款的海報 他把以前的那個海報都拿出來 他以前還GD 台灣有 台灣曾經有很多人在賣 Zephra Zephra現在路上偶爾還看得到在跑 Zephra是一台七人做的 1.8人 偶爾在路上還有看到 有人在看 阿斯床的本月優惠價格 1.9 GS潮流版 這裡一定直接就自攻四萬掉了 還可以分歧靈利率 還要指定黑色色色 我覺得這應該是那個 上庫裡面的 副重車 對啊 這邊有一個統哥跟羅哥 對吧 等他們也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阿 走路 你見到他的時候肚子會先到 哇阿修哥 修哥那邊很久 下次是沒機會講的話 有機會講的話 記得連IG都要知道嗎 我們的名號打出去 對不對 應該都會給比較多阿 我們有宣傳效果阿 我們不是小咖的 我叫你印名片印了沒 我現在拿阿呆的 你拿阿出去招搖狀片幹什麼 你去酒店發喔 印一下自己的啦 你就印一個新車推廣部 屌一點的頭銜 部門只有一個人 對 部門經理 那你出去招搖狀片阿 名片也會修購 有機會可以發你通告 是不是 發通告只是個假議題 先要要聯繫方式 好不好 不會利用你們這些人喔 不知道耍什麼酷歌 都要等女兒來找你 哪有可能 你太多了 你都在一旁醫院喔 阿是什麼 高什麼鵝 高鵝軒喔 拜託耶 瘦子 瘦子咧 一個比一個比較大口的瘦子 期待透過這新車廣場 讓台灣消費者 重新認識歐寶這個品牌 我認真講 台灣其實以前歐寶 雖然這個大多數的體驗 車主體驗是不好的 但是我覺得台灣人是很念舊的 像我也會阿 我對這個品牌是很關注的 還是很健忘 不會健忘阿 那個傷痛還在 歷史的傷口 往上眼睛 就以為看不見 那個歷史的傷口一定會在 我是覺得是這樣 大家都會很願意給機會 你看一下娜智傑 大家會給他機會阿 訂的阿 真的阿 我覺得要努力阿 只是說我覺得有一個就是 其實有蠻多車主 對這個牌子的印象 其實還是不錯的 就是除了當時比較難照顧 小毛病多以外 但其實我覺得大部分都 對於這個品牌 認為是一個很CP值很高 評價又安全的一台車子 因為在那個時期 這個車子真的是算比較安全性比較高 就是進口車 進口的或者是德國的品牌 他就是給人家一個很剛硬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阿 應該是要這個 把這些老車主再找回來 對不對 像衛圈喔 對啊 很會舉例耶 對不對 老球迷 對啊 黃平洋找回來投 發輪超過100 發輪投歐比賽 他可能來送便當可以啦 對不對 我是覺得 應該找回來這種 讓大家回憶 還是他不想讓大家回憶以前的感覺 要重新嗎 不是 你看薩巴那個靠那些老車主 口耳相傳 其實就不錯了啊 對不對 但我真的覺得我最重視就是這個後勤 跟這個懷舊的感覺 我相信很多像我這種老屁股 還是會給他機會 如果我有機會 我也會給他機會 重新認識 不要重新認識了啦 反正就是把這些老客戶找回來 對不對 以上就是這次歐寶Extra的這個 新車發表展示會 那我覺得如果有興趣的 可以去了解一下 大家對於以前的引擎啊 變成像那些東西 現在都已經用同集團的東西了 雖然失去了以前德國的那個感受 那個感覺 但是我覺得相對的 問題比較少比較好照顧 對不對 因為用的車款那麼多 隨隨隨隨隨隨 標誌什麼都有啊 零件可能都比較好找嘛 而且大陸那邊如果也有的話 零件就更便宜 好啦 那這個接下來呢 一樣給觀眾一個問題 這個你希望歐寶的什麼 車款可以在台灣現身 但我覺得第二個問題是這個 如果Aztra多少錢 你會想入手 留言告訴我們 訂閱啊 新車多做 下次見 掰掰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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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